你大概一看大概知道 比如說第一個假設公式裡面 如果你出現名稱官裡面 假設你有其中一個假設 這兩個你假設都沒做的話 這兩個都沒有對不對 你會發現你按關閉 它會出現這種錯誤 你要看到這個錯誤 所以以後不要擔心 只要看到一個這個緊開頭就是表示錯誤 這個Arrow Message 然後什麼樣的錯誤它後面告訴你 它簡單的敘述叫Name Name其實可以 應該可以用猜的啦 Name應該是定義名稱的問題 意思就是說 你有定義這個名稱 什麼名稱 開講101 但是呢 我在名稱管理員裡面 卻找不到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恢復正常的話 要怎麼做 反正把這個名稱把它檢查一下就知道 所以有時候我會檢查一下 這個名稱有沒有 沒有那一定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變正常的話 你就是直接在到這邊有沒有 把它名稱加回來就好了 OK 那就名稱把它改成叫開講101 這樣它應該就OK啦 開講101 Enter 記得喔 我發現同學最容易發生錯誤就是 有同學打了 但最後打上去之後忘了按Enter 你打在這裡喔 你其實還沒有確定喔 所以記得最後一定要多按一個動作 就是Enter 因為我同學打字打上去沒錯了 但問題喔 它就離開了 那離開就等於沒有了 所以常常我遇到同學狀況是 他說老師我有輸入啊 可是輸入你又按Enter嗎 沒有它就沒有Enter 記得一定要輸入完喔 Enter 那為了確保正確公式裡面名稱管理 確定一下 有就OK 沒有那 表示你追Enter 沒Enter 因為之前同學常問的問題 大概就這些喔 然後 這個開講102嘛 所以一樣喔 把它加上去 好 那還有啦 名稱可能就是 不要 就是 打其他 那當然 你說老師 我不能用別的名稱嗎 可以 那問題你後面的VPA程式 你要跟著改 兩邊要同步的 你這邊也許叫A101 那你未來程式的部分喔 也要叫A101 因為我們這邊輸出是 開講101嘛 那如果你那個名稱叫A101 那你就這邊改A101 也可以啦 那好像我那個雲端上面放的 有一個地方跟那個這邊不一樣 結果好像有同學應該貼這邊 應該這一行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RANK.EQ 那我後面的範圍是用核記 所以如果你假設是用我雲端上面的程式嘛 一貼上應該會發生錯誤 一樣會多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核記這個名稱 他應該找不到 所以如果我把它執行一下給各位看喔 有沒有這邊清除掉 這應該清除沒問題 一樣有個NAME 那NAME的話你直覺啦 以後你這樣應該可以檢查 就是呢 你看一下公式裡面有沒有一個叫名稱的東西 有有沒有核記 所以你知道原來是這個名稱沒有 所以你就再檢查一下哪裡呢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 有沒有公式 名稱管理 有沒有核記這個東西 沒有 那沒有一定就會有NAME的錯誤 可是你說老師我怎麼修正呢 很簡單 把那個什麼呢 把這個核記的名稱加在這裡就OK了 那這個名稱 其實我是這樣啦 這個名稱 Ctrl C 懶得打亮 然後呢 這個範圍是D2到D40 Ctrl Shift向下 或者你把它選到底 就是D2到D43這個範圍 它叫核記 所以把它選起來之後 把它貼上這個名稱叫核記 Enter 你會發現呢 它的結果呢 有沒有 就出現了 有沒有 它才知道說 原來你那個核記喔 其實就指的是這個範圍 OK有沒有 這樣不是 所以啦 定義名稱有個好處啦 你會發現錢的符號就不用加了 因為它這個範圍是固定的 另外的話我覺得啦 如果你定義名稱 將來你看公式的時候 也可能會比較 比較能夠理解 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個人習慣是還蠻喜歡用那個 就是 定義名稱 來處理資料的 再來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將來呢 你在寫VBA程式的時候 其實呢 也會可能會少 需要做很多處理 直接給個名稱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大概說一下 剛剛同學遇到的狀況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還有另外 格式化 兩個按鈕 其實這個跟這個 雖然是兩個 大概一對的 反正就是先格式化再清除 那什麼叫格式化 其實如果有個需求 我希望 幫我找出那個 排名是前七名的 因為可能我今天禮拜五嘛 可能要開講 晚一點要開講 那我等一下剛好下課之後 我想要經過投注再買 那買的話我需要給我個提示 比如我想要找出 這個101年跟102年 到底機率最高的是哪七個號碼 告訴我一下 那我希望這樣 7 小於等於7 7號 把這邊前面 用常用裡面的油氣筒 塗一下 12號 第二名找到了 這邊 有沒有 然後第五 這邊 那其實我在做什麼 找出 名次裡面 小於等於7的 把它同一列的 A欄 塗上顏色 有沒有 但是呢 你有幾種做法 一個是 你自己去做這件事 一個是你用程式來寫 所以呢 如果今天我希望 我要 用VBA寫一個這樣的程式 那該怎麼寫 OK 不是叫你自己慢慢填 那你找 其實數量少還OK 可是如果你今天數量 假設是幾萬個的話 那就很困難的 所以 如果我希望做這件事情 該怎麼Ctrl D一下 把它復原一下 然後我最後把它格式化清除掉 那所以呢 一樣 開發人員裡面的 Video Basic 然後我寫一個叫格式化 所以一樣打一個Sub 然後空一格 叫格式化 格式化的範圍在哪裡 格式化我要找的範圍在 一樣第二列到第43列 所以你可以直接拿樂透彩這個回圈拿來用 然後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反正記得有頭就要有尾 尾巴就是NAS 然後要做什麼呢 我希望呢 你幫我把這個範圍裡面的 這個排名 排名在哪裡 排名在一欄 資料抓過來之後 做邏輯判斷 所以呢 如果你要做邏輯判斷 還記得吧 按一個TAP鍵 再下一節 打一個IF 邏輯就IF 那什麼條件呢 如果那個排名裡面的那個數字喔 它是小於等於7的話 那個裡面的數字怎麼表示 Sales I列的依然 這個表示說呢 我12一直到143範圍裡面的資料 出生格 如果是小於等於7的話 那所以喔 這是一個條件 有沒有 小於等於7嘛 這個是 這個指的是 1 1欄的12有沒有 到143 這個範圍 抓這個資料 所以他會先抓這個26 26放在這裡 是不是小於等於27 不是嘛 所以不是 就不幫他前面這個儲存格 變成黃色 可是他一直往下跑跑跑跑 跑到這裡來了 是不是 第四十三列嘛 是 那就幫我把這個填成黃色 欸 那怎麼寫喔 後面的話其實就寫這個動作 這個是條件嘛對不對 然後後面加一個空一格鑽 然後做什麼事 然後一樣 幫我把那個 幫我把同一列的A藍的底色 改成黃色 那怎麼樣改喔 記得喔 同一列的A藍 你可以拿 E來改 其實怎麼改 同一列的A藍 就這樣 同一列的A藍 把E改成A就可以了 那底色的話呢 那底色怎麼敘述 底色的話記得喔 你先把刮符先拿掉一下 為什麼拿掉 因為如果你不拿掉 你點下去它不會提示 那我要找一個底色喔 底色的敘述 底色的敘述是Interior 所以呢 你就找個I N T E R 有沒有 這邊 這個Interior的這個 屬性呢 指的就是它的那個 儲存格的底部 的顏色 就加一個點 點Color 欸這不就是儲存格的底色 那 等於黃色的話 黃色就等於 加一個RGB RGB的話呢 就是產生顏色 在調色盤 然後潛刮符 R的話呢 就是紅色 G的話是綠色 B的話是藍色 那我要什麼 黃色那怎麼調 黃色其實是 藍跟綠 沒有 不是 以前 我記得我有實驗過 以前拿那個水彩有沒有 你如果擠一點紅的 再擠一點綠的 把它 把它 和在一起 就變成黃的 有印象嗎 還是你們沒有上過水彩客 還是 藍跟綠 藍跟綠 因為 因為 沒關係 回去自己家裡有水彩的話 自己玩玩看 但是以電腦 電腦上來看就是 紅色是255 255指的是 我紅是要最大 0是沒有 25是最大 好 豆點 綠色是 對 紅色跟綠色嗎 你怎麼知道 差了 對嗎 好了 不用 綠色跟藍色是青色 綠色跟藍色是青色 OK好 反正沒關係 那你們假設這樣子 就可以等於 綠色的 那其實也還有個方法 就是你常用裡面 這邊不是有個那個 油漆桶 油漆桶裡面有個 其他色彩 那你可以選一個 比如說黃色在這邊 你在點自訂 它會出現RGB的顏色 讓你知道 有沒有 或者是你要找這個 找這個好了 比如說你要找這個顏色 它這個顏色的背後 RGB是什麼 就這個 RGB 你把顏色填在RGB 那個地方 它就會產生後面的顏色 油漆桶裡面就可以查得到 所以 這個應該是 比較正確的 OK 有沒有 黃色嗎 如果你說 老師我不喜歡這個顏色 可以你自己調 比如說你要淺黃 淺黃色對不對 自訂一下 那淺黃就255 255 然後204 就淺黃了 OK 所以這個當然順便補充一下 這個其實 也沒有 太 就查一下 OK 那最後記得 把瓜糊再補上 加一個A 加一個A 也就同一列 同一列 同一列的A欄 然後呢 把它底色 改成黃色的意思 不過你會發現 老師你剛剛為什麼 一定要把那個瓜糊先 delete掉 跟各位講 如果你現在假設說 你在有瓜糊狀態點一下 你會發現那個 interreal的那個屬性 它不會提示 所以為什麼要特別把瓜糊先拿掉 因為如果假設你不想要背那個字 那個單字 那你可以用這個簡單的方法 它會有列表 但是那個列表 記得 一定是在沒有瓜糊狀態下 像剛剛你會發現 我點一下 那我就寄個I就可以 IN就可以了 IN其實這邊就有了 interreal就出來了 那我只要選它就可以了 然後再點一下就有color 有沒有color就出現了 然後再給RGB 調色盤顏色 OK 然後呢 我們這樣橙色寫完了 好 看得懂吧 同一列的A欄的底色 變成這個 所以喔 只要符合這個條件的話 它才做這個事情 有沒有 所以以後這樣還蠻重要的 回圈裡面做一個判斷 如果那件事情為true的時候做 如果為false 不做 OK 好 所以如果你執行完之後 會怎麼樣 我這邊設中斷點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當I等於多少 I等於13的時候有沒有 13是不是 13在這裡 對 它就小於等於 它符合等於的這個條件 有沒有 這個等於為true 這個應該為true true就進來了 OK 然後把底色改成黃的 所以再按F8 有沒有 執行完 變黃的 下一個 I等於22 所以這邊都沒有 跳跳跳跳跳 跳到這22 對第二名 所以第二名呢 它符合這個條件 再來的話 A22的底色幫我填成什麼 填成黃的 有沒有 這邊就OK了 其他都一樣 所以我就把它直接 全部執行 那你可以看到 12號 21號 2728 有沒有 333439 哇 這些號碼是 很 很OK的 好 跟各位講 重點不在那個 我只是舉例而已 你不要真的 像我在YouTube影片上面放 然後底下就很多人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教我算名牌 我想要學這個就好了 其他不要學 我說你搞錯重點了 而且我甚至有時候連回都不想回 我就把留言刪掉了 因為這種留言太多了 OK 所以我要特別再講一下 真的是很多那種留言 就是一直問我說 老師你 你有沒有在教這種 算那個 大樂透的那個 什麼什麼機率啊 什麼什麼算法 對啊 很有方向 那你自己衍生就好 我只是教一個方向 我只是舉例而已 OK 不要畫錯重點 好 那最後的話 再來把格式化改成清除 清除 清除很簡單 清除其實就是再加兩個字 格式化 所以你可以把格式化這個公式 把它複製過來 然後沒有顏色的話 特別注意 沒有顏色其實有幾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它變白色的 白色是 什麼 2525 2525 其實全部都有 三原色都有的話 應該是白的 按執行 有沒有清掉 就白的 不過啦 白的有沒有影響 好像也OK 但是不過啦 我建議 白的好像還是會有點問題 什麼問題啊 好像那個框框框框 之前有同學有發現 有點異狀 但是我是看不出來 我本來是寫這樣 但是後來 同學說我異狀 所以我就把它改 另外一種是沒有顏色 這個叫白色 沒有顏色就是 XL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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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有顏色 把它執行 這樣好像都一樣 看起來好像沒差 不過 就是小地方 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把它加白色 一個就是把它變成沒有顏色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 好 不過啦 這個本來我 我教到這裡 同學說 老師這樣很方便 我只要判斷 馬上可以讓我知道說 哪一些是排名最小的 把它列舉出來 但是呢 還是個缺點 什麼缺點 可是老師 我必須要捲動 我要捲看一下 12 21 27 28 33 可是我看了後面 我就忘了前面 到底有哪個消耗碼 所以後來同學說 老師那你可不可以 我比較希望是這邊加一個 把前七名列在這邊就好了 所以呢 後來我們想說 好啦 對 沒錯 最好是列個表就好了 不要讓人家覺得不方便 所以貼心一點 前七名 OK 然後這邊的話呢 加一個藍 叫前七名 好 那這個前七名的 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找到之後 幫我把它Call到這邊來 所以理論上這邊應該是 把12 Call到這邊 然後再來把21 Call到這邊 再把27 28 有沒有 然後什麼 33 等著啦 把他七個號碼 Call到這個範圍之內 欸 那他Call好了 甚至我們貼心一點 把這邊畫個框線 讓他框線 所有框線 然後這樣的話呢 把他列舉在這邊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 那這個請各位試試看 格式化跟格式化清楚 最後把這兩個 複製 切過來好了 然後把這兩個按右鍵 重新指定這個叫格式化 那一個叫格式化清除 然後並且喔 欸想想看 最後兩個按鈕 其實最後兩個按鈕 其實最後兩個按鈕就是說 我希望喔 可以不要格式化 我直接把那七個號碼 剛才列在這邊 讓我知道 OK喔 可以清除 這邊就清掉 格式化 格式化清除 那最後呢 是前七名跟前七名的 前七名跟前七名清除 那怎麼樣把它列過來 好 放在這邊喔 欸 而且其實程式跟各位講 只要你會寫格式化 你就會寫前七名列表 它相差的地方只有什麼 一個是把底色變黃的 一個是直接把這個資料 複製到這個位置 所以等於是說你要懂得如何把某一個儲存格的東西 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的地方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前七名的這個需求寫出來了 OK 所以這應該也蠻常會遇到的 因為將來可能 報表不就是要把最重要的訊息把它把它找出來嗎 那找出來之後你必須要把它放在你應該要放的位置上面 而且不要用人工的 不是說你自己在這邊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用眼睛看嗎 太亂費時間了 試試試看好了 把格式化先試著做做做看 格式化按下去 這邊就有了 OK 格式化清楚 不過當然目前這資料其實還蠻少的只有兩年 當然我覺得資料越大 哇 所謂的Big Data 這個資料越大 哇越有意義 所以如果各位假設說想要這個挑戰更高難度的 可以看一下雲端上的大樂透歷史資料 這邊其實有非常多 我就Google查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了 其實這邊就有了 其他像什麼威力採啦 大福採啦 一堆採其實一堆資料 像威力採這邊也有啦 威力採好像 然後開獎的時間好像就不一樣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用這個來區隔 大樂透跟威力採 這個我不懂啦 因為我基本上 不太會買這種東西啦 因為第一個 可能我 覺得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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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獎 會覺得蠻麻煩的 我最討厭這種麻煩 那真的中獎怎麼辦 假設我突然中了頭獎 對不對齁 那我就覺得反而增加我的煩惱 好 OK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花這個錢 哈哈 你得退休 給我 給我 我幫你去 開玩笑 開玩笑 你看嗎 如果中獎 我看每天 從來不往來的朋友 親朋好友都出現了 對 為什麼要來借錢的 OK 那麻煩了 好像有一些電影都這樣演的吧 你變有錢之後呢 突然人生就改變了 那改變只是短暫的 好像突然大家都非常喜歡你 大家都非常愛你 對 等到你突然又變窮光蛋的時候呢 所有人又離開你了 你好像又一切又恢復正常了 OK齁 所以 好啦 反正這 我是覺得 可能我自己觀念是說 那個 家財萬貫 真的不如 這個 這個什麼 一技再生 還是 我覺得專業技能還是最重要的 因為這種東西其實是 比較細水長流的 OK 我可能慢慢賺 慢慢賺我應該賺的 OK 接下來其實也滿多的 好啦 各位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我希望把這個列表列在這裡的話 那程式該如何寫 其實最大的關鍵就是說 你有沒有辦法把找到的這個資料 放在我們要放的位置 在這個動作 試一下 待會再來看 嗯 嗯 嗯